好,那VC dimension 所以我们大概解决一个问题说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它dimension 注意到D加1是什么 D加1实际上就是我们的perceptron的维度 所以VC dimension跟perceptron的dimension就扯上关系了 或者进一步来说 我们可以说什么 我们可以看成说 这些perceptron,这些hypothesis 我们说它是用这些w来表示 这些w是什么 w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hypothesis set 里面的我们叫degree of freedom 它的自由度到底是多算 那今天如果我们看 我们说hypothesis有无限多个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算它数量的话 这就像上面这些旋钮 如果它是类比式的旋钮的话 你真的有无限多种可能性 可以调它们 这十个旋钮 每个旋钮都有无限多种可能性 你可以调整它们 那我们今天看VC dimension的时候 它其实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的是binary的degree of freedom binary什么 我们今天要做二元分类 它的degree of freedom 它的自由度到底多少 而且是effective 就是有效的到底有多少 如果你今天这里面有旋钮 根本是没有作用的 那可能它就不会算到这个有效的里面去 所以今天它的物理意义 VC dimension的物理意义 大致上就是我的hypothesis set 在我要做二元分类的状况下 到底有多少的自由度 那衡量这个自由度 也就告诉我们 这个hypothesis set 到底能够做到多少的事情 做到什么事情 产生多少的dichotomy 其实我们之前重复的说 VC dimension说的是 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够shatter 也就是还能够产生最多的dichotomy 所以它的意义告诉我们说 这个hypothesis set到底强不强 到底有多强 好那例如说 我们来看看说 我们之前说positive rate的时候 positive rate里面 我们有一个可以调的旋钮 这个可以调的旋钮是A 说到底我的threshold要设在哪里 VC dimension也是1 那如果今天是positive interval的时候 我们说它有两个可以调的旋钮 左边在哪里 右边在哪里 然后它的VC dimension是2 从这些例子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perceptron的例子 我们心里可以有一个 大概的物理概念 说VC dimension大体上 是我们有多少可以调的旋钮 我们说有多少的parameter 这件事情大致上是对的 不过不是总是对的 那但是如果现实社会中 你想要估计VC dimension 大概多少的话 通常看看你有多少可以调的旋钮 是一个好的方式 好那这个VC dimension呢 代表了这个hypothesis的自由度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说 我们记得的话 我们在第五讲的时候 就曾经跟大家讲过说 在learning里面有两个关键的问题 一个是e in跟e out 到底会不会够接近 第二个则是e in会不会够小 那个时候我们用来衡量 hypothesis的自由度 或者大小的是这个大m 我们那时候说 如果大m不太大的话 那对第一个问题来说是好的 因为这样坏事情发生的机会很小 代表大部分的时候 e in跟e out都会很接近 但是我们说这样选择太少 可能你的演算法 根本就没有办法选到一个小的e in 但是m很大的时候呢 则是你有很多选择 所以可能随到一个小的e in 但是坏事情发生的机会变大了 所以这个e in跟e out可能隔得很远 那现在我们有了Vc dimension 这样的工具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取代这个大m 这个时候n或2n的Vc dimension次方 实际上就扮演了跟大m一样的角色 如果Vc dimension很小 那么坏事情发生的机会也很小 那这对于e in跟e out接不接近来说 是件好事 但是呢 今天Vc dimension很小的时候 可能e in就没有办法做到很小 这个power是有限制的 我们的自由度被受到的限制 那如果今天Vc dimension很大呢 那很好啊 今天自由度很高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选到一个 e in很小的hypothesis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坏事情发生的机会就变大了 变大了 所以呢 很多时候可能e in跟e out根本不接近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确保说 我们的hypothesis在e out的时候 能够表现得好 所以就跟大m一样 这个时候 Vc dimension变成我们一个重要的选择 我们在看一个learning model 看一个hypothesis的时候 我们要看着它的性质 这会告诉我们说 未来我们要怎么样 用Vc dimension 或者类似这样的资讯 来做说 到底 我们现在有资料在手上 我们要选择 用什么样的learning model 什么样的hypothesis set 可以做到最好 那这边再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测验说 如果我今天考虑的不是一般的percentrum 而是我们叫origin crossing的hyperplane 你说你今天是hyperplane 但是强制它一定要过远点的话 那么这样的hyperplane 实际上就有点像percentrum 但是你强制说 它的w0一定要设成0 不能有其他的选择 那这样的话 它的Vc dimension会是多少 好 那大家如果使用 跟我们刚才一模一样的证明的话 你是可以证到说 Vc dimension就是这个低 不是d加1 你就刚好少了一个维度 但是我们其实不希望大家去做证明 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现在应该有一些直觉说 所以我的自由度剩多少 我有d加1个parameter 不过呢 有一个是废的 有一个这个w0是没有办法动的 所以我实际上只有d个旋钮 然后我的Vc dimension应该是d 我一定会记得了